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怀着一颗学习的心 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 他曾是老师 公务员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请了一尊欢音菩萨 从此开始修行之路 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学佛后 他竟身患重病 打针吃药 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 绝望之时 欢音菩萨竟显灵 将其治愈 从此以后 他听经文法 念佛诵经 施速行善 是为帮助千千万万有情众生脱离苦海 他就是著名的佛教居士刘肃云 他说 我有一个愿望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我见到阿弥陀佛了 我就有真本事了 到时候 虚空法界哪方众生需要我 我就到哪方去 我要救度众生 为了这个梦想 他精进修行 老实念佛 置心一处 每年参加无数场免费讲座 为无数人送去妙法甘露 1945年3月22日 刘肃云出生在黑龙江双城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从小就很善良热心 不论谁有困难 他都会竭尽全力帮助对方 1964年 他开始参加工作 成为一名教师 1984年 他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当老师时 一个同事的家人在地震中去世了 他想都没想 就给了同事30元钱 希望他能节爱顺便 那会儿 他一个月的工资是29元 为了凑够30元 他专程回家问母亲 要了点钱 不够30元 1991年的一天 有个朋友去他家找他聊天 刘肃云突然说了一句 你跟我去请佛吧 说完后 两人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 朋友问 谁告诉你 让你请的 刘肃云说 没人告诉我 朋友说 下礼拜吧 刘肃云说 今天就去吧 就这样 刘肃云把一尊观音菩萨请回了家 那会儿我自己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请佛 后来 才知道那一年是因缘成熟了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他时不时地听经念佛 本以为狮子会这么一直平静如水 没曾想到 1999年 一场重病让刘肃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9年 刘肃云不幸患了红斑狼疮 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得了病后 他满身满脸全都是红斑 红斑不是平的 是起层的 就像久汉的干地晒裂了似的 一碰就要掉渣的感觉 非但如此 他的头发掉得没剩下几根 膝盖肿的和馒头一样 就连手指都伸不直了 在那个年代 得了这个病 大概半年左右就会去世 生存率特别小 比癌症还可怕 最让人绝望的是 刘肃云住院后发现 他不能打针吃药 因为一打针吃药 他就全身过敏 反而加重了病情 无奈之下只能出院 当时 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难过得流眼泪 可唯独刘肃云自己 整天乐乐呵呵的 我没有恐惧感 心态好 早就放下了生死 回家后 因为病情 他哪里都不能去 不能出门 不能下楼 于是 他开始专心听经念佛 说来也奇怪 自从开始认真念佛 他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总感觉有人在给他涂什么东西 凉嗖嗖的 特别舒服 但是他睁开眼睛 在摸摸自己的脸 还是那么干巴巴的难受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就跟我姐说了 当时我记得我姐笑了 说 有人在给你治病 我还想 晚上我躺在床上睡觉 谁来给我治病 我姐姐笑着说 观音菩萨 就这样 在观音菩萨显灵加持下 游肃云的病 竟然真的不要而遇了 这件事更加坚定了他认真学佛的心 2003年 游肃云和另外四个同伴 一同前往五台山朝拜 当时 游肃云的身体特别弱 大家决定爬1080个台阶时 他本来想跟同伴说自己不去了 结果同行的五个人就他爬得最利索 一口气就上去了 后来才知道 这可能是佛力加持 文殊菩萨显灵了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他感叹道 我就像是回家了 感觉五台山特别亲切 有素云的生活特别简单 吃得简单 穿得简单 用得简单 一切都简单 每天晚上八点睡觉 凌晨两点起床 起床后 开始拜佛 读佛经 念阿弥陀佛 他说 自己这辈子感觉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学佛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学佛人 就会从痛苦的深渊里脱离出来 现在人们的烦恼太多了 如果不学佛 内心不会真正的快乐 我觉得我学佛学出智慧来了 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一切看破了 放下了 看破了是智慧 放下了是功夫 放得越多越轻松 刘素云感叹道 刘素云曾说 我每走一步 都有佛菩萨在点画我 在他的眼里 谁都是佛菩萨 只有他一个人是凡夫 正是因为他有这么一颗慈悲大爱的心 所以在他的感召下 无数人走进佛门 开始学习佛法 他说万法从哪生 从心生 心成则灵 灵则通 心通则万法通 如果你是真诚念佛 那么一句佛号就管用了 如果不是 那么一天念十万遍 都和佛菩萨没有感应 的确 如今很多人都抱怨自己又念佛又烧香 为什么佛菩萨就是不保佑自己呢 其实就是因为只想和佛菩萨做交易 念经拜佛不真诚 他每年参加无数场免费讲座 为无数人送去妙法甘露 只为给大家做个好榜样 踏踏实实 不打妄语 拿自己表法 坚定大家学佛的信心 游素云说 我最大的愿望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亡生西方极乐世界 等我见到阿弥陀佛了 我就有真本事了 那个时候 虚空法界 哪方众生需要我 我就到哪方去 我要救度众生 游素云居士的故事先讲到这 接下来要讲的这位蒲宪真居士 所经历的就更难以置信了 蒲宪真居士 家住辽宁省 柯左县 东绍乡 东台字村 第四居民族 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家庭妇女 她为人朴实 善良 无论做什么事 总是不辞辛苦 甚劳任怨 屈己待人 对父母和公婆 都是顺从当头 和颜悦色 街坊 邻居 关系处理得很好 人们都称她 大善人 伏居士是在大女儿 吕济云劝说下 开始念佛的 现专念六字名号 已经十多年了 随着年岁增大 身老体弱 两年前 伏居士得了轻微的脑血栓 但不影响生活自理 她也不吃药 只是经常念佛 从不间断 2005年6月初六中午12点左右 伏居士在院内休息 突然大笑起来 大笑刚指 她便完全失去知觉 一摸竟然没有气了 家里人慌了手脚 马上把她架到屋内 这时 全家人大声呼叫 有的哭 有的喊 断成一团 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 伏居士的脸色 渐渐地油白变红 手脚微微驱动 忽然喘了一口肠气 缓过来了 她眨了眨眼睛 说 你们都在做什么 又哭又闹 过了一会儿 她说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见到了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可好了 一片金黄 非常光亮 做脸花的人可多了 又说 阿弥陀佛叫我先回来 劝你们学佛 念佛 过一百天后再回去 儿女们见此情景 非常高兴 不管怎么说 人总没死 从此之后 土居士逢人 其教人信佛念佛 劝人相信 善恶报应 弃恶从善 为人守信 欠债还钱 香礼灵荡 家属清卷 接受其教导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那次经历之后 她常能预先知道 村中的一些人事 比如 谁家要生男孩 哪个老人要去世 以及谁做了什么坏事等等 对于自己的往生 福居士交代子女们说 我往生之时 无需持经念咒 你们不必哭闹 念佛名号即可 同时告诉她老伴 宇洪祥要念佛 过三年 她来随佛接她 对她的嘱咐 她的老伴 吕洪祥开始全然不信 说 这是疫病 是黄鼠狼在作怪 但普居士说 你们不信 是你们善根肤浅 你们不听 那我以后 便什么也不说了 从此之后 她果真 便什么也不说了 一天到晚 就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 人们渐渐把这个 一百天的事 给淡忘了 农历 九月十六中午这一天 老伴吕洪祥正准备吃午饭时 普居士突然说 快给我拿衣服 我该走了 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便说便坐起身子 盘起腿 头轻轻歪了一下 便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潇洒地往生了 家人本来还期盼 她能像上次那样再次复活 决定停放下来 先不火化 日夜看护 看护的过程中 大女婿王凤起 闻到她的遗体上 一直飘出鼓鼓香味 大女儿吕津在沈阳打工 九月十五日夜 梦到她妈叫她马上回来 吕津津马上想到 母亲曾说的白日之事 决定当天回来 可是到家时 母亲果真走了 可说感应不虚 第二天早上八点 用车运往火化厂 抬她的遗体时 发现身体柔软 没有僵化 在遗体进入火化炉前 小女儿吕超 发现母亲的帽子歪了 在给戴正帽子时 发现母亲头顶还热乎 此时 据母亲往生 已经过了二十多个钟头了 大女儿吕济云 已念佛十多年 这天晚间裴灵 为母亲助念时 她的二弟媳妇 看到她身上 有光显现 大受震动 现在也信佛 念佛了 她奇迹般的往生事迹 很快传遍了四乡八村 当地人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嘖嘖称奇 不惧是往生 是在九月十六中午十二点左右 第一次休克时间 也是六月初六中午十二点左右 之间正好是一百天 和她说的白日后再回去 正好吻合 一点都不差 世间还存在着许多 我们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今天有缘看到的朋友 无论您身处何处 都请您将这份善心传递下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佛门内容 也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